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王一红从小不会认字 总是被骂笨或不用功 让他充满了挫折 直到二十二岁 他才知道自己的书写困难是阅读障碍 这样的他是如何在料理世界里 走出一片天的呢 一起来看看 真的还蛮多叫阿红会做菜的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奇怪 有阅读障碍 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我觉得老天就是关上了一只眼 然后我又开了另外一张 不吃牛肉的 两位的要烧得一跳 是用那个火索瓜的鲨鱼皮 洋葱木鱼肉 阿红上菜客人满心期待 今天会有什么好料让人惊艳 这里不曾有过菜单 只有老板阿红像变魔术般 用自己的独特手法 辨出道道美味料理 刚以为是西式餐点 却又出现本土古早味 难以定位也难以定位 他真的是的确蛮难预定的 老板有他的坚持 这边的料理是他个人的创意 别的地方每次过的 其实他每一道菜我都很喜欢 简单中取取他的奥妙 造成我们今天的食物能够能这么好吃 只有食材必要怀疑 没有咱们离开玩笑 王亦宏的食材真的再简单不过 但他的强项就是对食材 он了解 它这个是深海的压力 他眼睛才会爆出来 表示新鲜 表示新鲜 对 因為它從深海到平面 它會有壓力 眼睛就會突出 跟它的舌頭會突出來 一般的比較不會 所以它這個不會有養殖的 茶杯 這都是平衡對待的 很新鮮 很牢啊 魚表面會很亮 黏液可以看膝 最重要的是魚尾 不是平的就是翹的 這個是騙不了的 像黏液 還有裡面的腮 跟眼睛這些都可以做 阿麻的那種它紅 也是都是那個假的都有 但是這個是騙不了的 這個做不了 王毅宏在意的不只是新鮮 他更在乎能讓食材 在最適合的狀態 發揮最佳口感 對 那像碼頭 他如果他當天是翹的 那個時候不適合做料理 那個要放甜 那只適合做生魚 那這個本來適合 就適合 因為它已經放 它已經鬆了 就像人要適材適性 在王毅宏的廚房裡 有像豬耳朵那麼大的木耳 就是專門要用來做濃湯基底 代替太白粉勾芡 可以喝盡百分百營養 熬湯它要選擇肥 它多湯你才多 熬出來的那個膠才會豐富 我想要讓我的菜裡面有一個風格 就是我的湯裡面一定有木耳 有點像西式濃湯的一個概念 洋蔥木耳牛肉湯就是這裡的招牌之一 不像傳統中式湯底 所有食材大雜燴一鍋煮 王毅宏堅持湯裡的好料 都得分開處理 再綜合成一鍋 一邊煮著木耳高湯 一邊還要挪出十五分鐘 用心的跟變化中的洋蔥對話 王毅宏煮的其實是一種態度 那我們就開始大火了 還會有草的這個聲音 剛才我們聽不到 這就是剛才沒有的聲音 草 那個煞煞 所以我在跟你們講話的過程 我也在聽它 然後我在聽它的聲音 還有看它的那個軟化程度 眼睛就是看它的軟化程度 耳朵就是聽它出水的聲音 這個就跟一般在草菜 可能它就是這樣子草草草 不一樣 用來煮湯的牛肉 竟然得像牛排一樣 先煎出它的色香味 壓這個粽牛 它的油逼出來 到湯裡面還要再熬煮 牛排 你可以把它煎得嫩嫩的 然後放在湯裡面 然後就是那麼的搭 在別的地方應該是吃到 別的地方不太吃得到的 還有這個用阿摩亞煮的麵線 粥跟麵線兩個煮時煮在一起 意外合拍 五星插柳成了店裡的 新古早味人氣王 粥水麵線就是用它這個粥 下去煮這個水 所以它有自然的那個粥的那個醜度 所以麵線它就不容易爛掉 不會暖勾勾的粥水麵線 隱約還看得到櫻花蝦跟鯊魚皮等好料 真材實料 還可以趁熱擺上生牛五花 愛吃幾分熟 客人可以利用鍋內溫度自己掌握 我喜歡吃差不多五六分熟 因為它砂鍋保溫 所以那個溫度都很高 那你可以自己算 很易可以算的味道 再頻繁的食材 王一宏都有辦法做得好棒棒 牛蚌想要好炸 通常會先走水 但走完水後 牛蚌像張白紙沒了鐵糞 他堅持保留鐵質營養 直接下去炸 我們現在看它的水氣越來越少了 水已經開始脫了 所以它也沒有像原本的牛蚌 那麼粗了 這就是他在告訴我們 他快好了 這就是他要表達的東西 他在教你怎麼做 炸牛蚌是為了生菜沙拉而準備 但西式沙拉竟然融入了 皮蛋瘦肉粥的元素 罕見在油條上塗上了烤肉醬 炙燒讓油條變得更香甜 再把整顆皮蛋壓碎 拌入自製芝麻醬 石滑的皮蛋變成了 另類風格的沙拉醬 油條牛蚌也為生菜沙拉 帶來不同的豐富層次 你無法想像說 油條跟皮蛋可以把它放在沙拉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出來 就讓你有經驗 所以說你對後面的東西 就有很多的期待 給客人最好的時間饗宴 對當了22年廚師的阿虹來說 早已不是難事 但至今仍有一事 對他還是很大挑戰 就是他不太會寫菜單 因為他有書寫跟閱讀障礙 因為我只能想像食物跟食物的結合 但是沒有辦法用筆記把它做下來 這個是用畫的 番茄 蛋啊 有一個裂縫就蛋啊 如果要變成O啊 倒出一個蛋啊 番茄 蛋 生菜沙拉 到現在仍舊只會寫自己名字 其他字認識不多的阿虹 考試從沒超過60分 從小求學生活飽受挫折 被認定是不用工懶惰 甚至被嘲笑是白癡或笨蛋 最怕人家嘲笑就是說你不識字 這個字眼在我聽來而言 是很不舒服的 是因為我真的是 真的就是他講的不識字的人 像文盲啊 不如也有人叫我們文盲 那其實聽起來很難過 我們也不是願意啊 他說你不認真 你不努力 真的不認真 真的不努力嗎 正常人看到的字 在閱讀障礙者眼中 卻是這樣刺不成字 破碎而片段難以記憶 類似這樣看著 看這個會看成像這樣子 只要相關像的符號 我們都會錯的理解 比如像這有些可能會看 看久了會看得像O的感覺 對 那相對的中文字 就更多一樣 太... 茶... 就有點像啊 就有時候 這個木跟菜這樣 對我來說都有點像 或是這樣子 或是水 它都有點像 會有一些會搞混 那時候的痛苦 沒有人能體會 老師說他沒出息 然後同學在背後嘲笑他 他原來是因為這個障礙 所以才導致說他沒有辦法去學很多事情 但當時連他都不知道自己有閱讀困難 親戚來家裡總是嘲弄他以後沒前途 是他童年最想逃避的噩夢 王毅宏有個很會唸書的哥哥 要求他至少得要會寫自己的名字 只是王毅宏三個字 對書寫障礙的他來說 真的很困難 那其實我的名字筆劃也比較多 其實那時候學得很痛苦 他只希望我到讀書到國小的時候 在寫考卷 寫作業的時候 有自己的名字 不要是一個無名詩 在學業上得不到成就 王毅宏只好靠暴力來武裝自己 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就靠打架去應得別人的認同 那個時候初時代班上的人都很怕他 想要保護自己 也不想被別人欺負 也不想被人家敲筆 當我們別人講到我們的學業 講到我們的功課 我們就會 我就會武裝自己去欺負別人 活在不被理解的世界中 王毅宏直到22歲 疑似跟朋友聊天 第一次聽到閱讀障礙這個詞 才一語驚醒夢中人 他說這個沒什麼 閱讀障礙啊 這是有一個醫學根據的 或在國外一些名人都有 我說真的還假的 從那一刻我就放下了石頭 就覺得原來我是正常人 愛迪生 畢卡索 愛因斯坦 都有閱讀障礙的問題 簡單說是左腦對文字解碼功能有缺失 右腦的圖像功能還是很強 所以王毅宏喜歡用畫的代替書寫 包子啊 包場啊 包場 你換一個包子 對啊 有煙的包子 然後是包場 對啊 在踏入料理之前 阿宏作遍所有苦力 因為當工人不用寫履歷 也不太需要閱讀跟寫字 直到了解自己的痛苦來源 是先天的問題後 他重新思考人生 決定靠圖像能力跟武感的強項 脫離工人生活 轉行當廚師 在其實接觸料理以後就很有自信 但是他覺得我很可惜 這樣子會害了我一生 所以開始告訴我 我應該要怎麼樣 這一位在五星級飯店 小有名氣的顧正裡 正是王毅宏的恩師 顧老師打開了 王毅宏的國際視野 讓這一位曾經被認為 沒有前途的孩子 27歲就可以月入十幾萬 他讓我到上海看到了 世界的廚師 世界的舞台 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能耐在哪邊 就選擇做自己 選擇做自己的王毅宏 特別喜歡炒冷飯 熱熱剛出爐的白米飯他不愛 一定要放到冰箱 風乾一天之後再拿出來用 要的是粒粒分明的口感 一般的炒飯大家都是用熱飯 熱飯直接下去炒 那也不會是一家餐廳的靈魂 其實我們很多客人來都 到後面都為了炒飯 我們把它當成料理 而不是炒飯 所以他的繁複的動作很多 繁複在煮米之前就已經開始 荊棘的酸可以讓米的口感更Q 滴入橄欖油增加香氣 還可以避免風乾時變成乾妹妹 只是要小心不要成為民服其實的油飯 炒飯時像極了跳舞 魔鬼都藏在這些細節裡 讓阿虹炒飯炒出了死忠粉絲 跟一般外面的炒飯是完全不一樣的 冷掉了以後 也是一樣非常好吃 這裡還有一道樸實料理 也廣受客人喜愛 煎麵線是阿虹對母親的深深思念 因為這是我媽媽教我的第一道料理 在煎的時候也都會想到說 媽媽教我們在坐在旁邊的時候 那時候還想在他旁邊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思念的感覺 小時候受盡嘲笑 母親曾經是他的避風港 腦神經閱讀障礙不僅認字困難 連精細的綁鞋帶都有問題 母親總是不厭其煩給他滿滿的愛 但創業前 媽媽卻突然心肌梗塞過世 巨大的打擊 讓阿虹從96公斤暴瘦到72公斤 前一天晚上還在跟他說晚安的 去工作的時候 就很多的會接來電 接起電話就收到這個訊息 我沒有辦法想像自己的東西 就在一夜之間就這樣離開 什麼都沒有講 就一直在努力 就是希望讓媽媽看到 自己小孩的成就 阿虹最遺憾的是 還沒有機會讓媽媽品嘗到 他的夫君創意料理 也來不及讓媽媽看到客人對兒子的掌聲 我在創業之中都母親沒有參與 在讀書求學的過程也 媽媽媽也很沒有面子 親戚到家裡 我也是一個笑話 在學校也是一個問題人物 一直沒有給媽媽 很有驕傲 是一個最沒有用的小孩 最不被看好的小孩 早已擁有一片天 現在阿虹簽名下面 必定有這一行外人看不懂的密碼 跟媽媽分享榮耀 1946是媽媽出生那一年 出生那一年 2007是她離開的那一年 對 也是我最沒有辦法振作的那一段期間 因為我跟我母親的感情很好 所以這個是你跟媽媽之間的暗號 對 就是 就是連結 就是有我有她 對 阿虹思念母親的方式很特別 就如同她的料理也很特別 從小跟人家不一樣的阿虹 不但跨越了先天的隱形障礙 更走出了屬於自己獨特的料理風格 最適合的字法 請問我 請問我 屬於自己的命格 請問你 臨大家 的 好 謝謝 大家 感谢观看